韩国人想不想要跟北韩统一啊? 如果南北韩统一 国力就会变很强 人口也变多 土地面积也变大 而且依照韩国的民族性 这么团结 应该想统一吧 Kudokwa Chuao Nen Sarang Yimita 大家好我是卫生人 今天我们来聊聊 很多网友在下面留言说想要知道的 韩国人对统一的看法 今天我找到这个资料是主要是来自于 韩国的统一研究院 官方的研究单位 他们提供的研究成果 那我们正式聊南北韩统一问题之前 我们先看看南韩人对北韩的看法 在2020年的结果来看的话 认为需要协助支援的对象的人是41.5% 认为是可以合作的对象是53.0% 认为是要警戒的对象是62.2% 认为是敌对对象是46.5% OK那这是负选的 所以就有这样的数据出现了 那在这里可以看出来的感觉是什么呢? 觉得警戒的人是最多的了 所以韩国人普遍的民意是觉得 北韩上还是需要一点警戒 那甚至46.5% 就将近5成的人 是觉得还是敌对的想法 但认为是需要合作的对象的人也不熟 所以单看这个数据的话 参考性可能不是很高 但我们就去看下去了 那我们在乐天的那支影片里面 有讲到韩国的政治光谱 就是左派阵营 就是所谓的进步派 他们是比较亲北韩的 右派所谓的保守派 是比较反北韩的 所以这个论文也有针对受访者的政治倾向 去问了这个问题 那如果是支持民主党 就是左派政党的支持者的话 就是看得出来 普遍偏向是认为是需要支援 54.2%是觉得北韩是需要支援的对象 59.5%是觉得需要合作的对象 那如果是支持右派政党的支持者的话 普遍认为 警戒对象是66% 敌对对象是56.3% 这是完全不意外的 但是让我感到有趣的是 即使是支持左派政党的人 有52.2%认为北韩是需要警戒的 甚至有38.2%是认为敌对状态 那即使支持右派政党的支持者 还是有不少的人 你看有39.5%是觉得需要支援协助北韩 然后43.4%是认为说需要合作 所以这个他们之间的差异 两派支持者之间的一个对北韩的差异 我觉得没有那么悬殊 这是蛮有趣的事情 这样看的话是不是韩国人普遍觉得统一比较好 这个就不一定了 我们继续看下去 那说到北韩 北韩有一个很有名的东西就是金正恩跟何武 对不对 这两个东西是有名的 我们看何武这件事情 韩国人是怎么看待的 北韩的何武 台湾曾经好像也有看过类似的报道 但是就是国外的媒体商觉得说 韩国人感觉对北韩的什么发射飞弹 核武实验 都很没感觉 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都觉得无所谓 就我自己的观察 好像确实也是大家觉得普遍也不会有很激烈的反应 就是稀松平常看待的感觉 但韩国人的这个态度让其他国家媒体看了 觉得说怎么会这样 你的敌对国正在你上面进行核武实验 而且一直发射飞弹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 韩国人感觉胆子太大了 或者太过于安逸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 在2020年针对北韩的核武感到很威胁的人 是有6.6% 有些担忧的人是35.4% 那就普普通通是25.5% 说不太担心的是27.7% 完全不担心的是4.8% 所以这样整个看起来 就是比较担心的 42% 也不算低吧 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套用在台湾的立场 可能会蛮好理解的 中国不就一直不断放话说要武统台湾 还有什么军机闹台 台湾人你说会不会有点担心 会嘛对不对 还是多多少有点担心 但是其实因为太长了 一直一直不断挑衅 所以也不会特别有反应 所以我觉得台湾人的心情 跟南韩人的心情差不多 一直有人有没有一直放话 一直 来啊来啊干这样来啊来啊 一直这样一直威胁 那威胁久了 觉得烦 但是还能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过我们生活 那接着问韩国人说 那你觉得 因为北韩已经有核武了 那你觉得南韩去不需要一样 用核武来武装自己来反制他呢 那针对这个问题呢 2020年的数据 反对南韩拥有核武的人是34.5% 赞成南韩拥有核武的人是65.6% 那看到这个数据 我觉得我用我的韩国的一个common sense 来理解的话 很理想当然会支持 这个占多数不意外 但是我觉得既然有34.5%的人觉得不需要 蛮意外的 那这个我上次跟你们聊是觉得说 台湾的立场 因为中国是有核武的嘛 那所以作为一个现在目前敌对状态的台湾 是不是也应该要用核武来武装自己呢 你们的看法是普遍觉得说不要 对不对 因为你们其实有点害怕对不对 有点害怕 如果真的发生这个核战争怎么办 对不对 或者核武如果失控了怎么办 但是核武就是什么样的感觉 不能用的武器 他是拿来就是摆在那边给大家看 你看我圈头也很大 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威嚇 但是他就不能拿来用 好那刚刚我们讲到说 韩国右派支持者是比较把北韩视为威胁 但是他对北韩的支援和合作的可能性也是蛮高的 所以从后续的这个资料 或者说南北韩的经济交流和合作的赞成度 我觉得其实也可以看出那个端倪 韩国右派支持者里面有54.3%赞成经济交流和合作 左派支持者62.4% 那没有特定党派支持的这些人是51.1% 所以还是蛮高的一个比例是支持这样的经济交流和合作 但是有趣的事情是什么 这是一个从2015年到2020年的数据 这个赞成率是越来越低 那变这么低是什么原因 因为曾经在韩国有一度是有一个南北韩的和平的起源 开城工业区你们肯定有听过 还有什么金刚山观光 金刚山观光 金刚山观光之类的 所以那时候韩国人感觉到说 感觉有可能 有可能南北韩是可以和平交流的 甚至韩国有些便利商店有禁止到北韩去 有去对不对 所以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和平氛围 但是你们知道我们的金正恩大哥 不能这样大哥 他年轻好像差不多 叫小恩好了 小恩恩 小恩有没有后来后续前线的态度是什么 就是有点把火 就把开城工业区给炸了 什么的 在那之后很多南韩人不分党派都有些失望 所以这个赞成度就变这么低了 那北韩的这样的态度也当然影响到了南韩人 对跟北韩的体育和文化交流上的态度了 你看在2015年的时候 右派支持者的74.9%是支持的 左派支持者65.7% 武党派是75% 就是绝大部分人都很支持 说跟北韩多进行体育文化上的交流 最后到了2020年 68.1% 78.1% 左派支持者反而并高了 在武党派是66.4% 肯定的 就是你要显现得稍微友好一点 大家才想跟你做朋友 但是即使是北韩显现了这么的讨人厌 但是南韩人我觉得还是对北韩是蛮有感情的 就是疫情爆发之后 韩国政府有问韩国人说 你赞不赞成对北韩进行新冠肺炎的这些支援 那右派政党的支持者 其中7.3%说要积极的支援 那55.6%是说北韩有要求就支援他 30.6%是说要先让他们承诺他们要去核化之后再支援 那6.5%是怎么样都不要支援 那民主党就是左派政党的支持者呢 12.6%是说无条件积极支援 那66%是北韩有要求就支援 那17.3%是当北韩去核化之后再支援 那竟然也有左派支持者是有4.1%的人说 不管怎么样都不要支援 这就蛮让我意外的 所以你看整体来看多有没有 就是右派支持者的超过60% 左派支持者超过快80% 武党派支持者70% 他都赞成要支援援助北韩来面对这个新冠疫情 不觉得这有点让人感到窝心 南韩人其实还是很在意北韩这个兄弟的 好所以这样大致上能够了解南韩人对北韩的看法了吗 大家像觉得有点讨厌要小心 但是可以合作的话就合作 但最近他那个鬼样子就是合作意愿越来越低了 但即使是这样 他有难的时候还是想要还是希望可以帮助他 好那接着我们来看韩国人对统一这个议题的看法 在2016年的时候表达比较偏好统一的人是37.3% 表达比较偏好和平共存的人是43.1% 虽然比较偏好统一的人比较少 但是这个差距不大对不对 但是一路上到现在在2020年段 表达偏好统一的人只剩下26.3% 表达偏好和平共存的是54.9% 所以基本上大家想知道的问题就已经差不多知道了 南韩人其实现在多数人是不想要统一的 那这个数据要仔细再看出一些样貌的话 我们可以试着用这个年龄层年龄别去区分 那这样一路看下来就看得出来 越是年轻的族群越偏好和平共存 就最年轻的这个族群 比较偏好统一的只剩下17.9%了 比较想要和平共存的是63.6% 那再进一步问说 因为统一 那现在比较多数的46.9%的人是觉得说 隔壁同一个民族一定要是同一个国家 这个变成主流了 那这个差距是从2017年到2020年之间急速的不大 这可想而知了 因为想想看年轻的世代 他们一出生就是南北韩本来就分离了两个国家的状态 跟早期出生的那群人不一样 1950年前出生的 在小时候的儿时的一些记忆里面是南北韩的同一个国家 甚至可能有些亲戚是还在北韩的 记得我小时候韩国全国上下都会唱 那学校都会教 当然现在这首歌在韩国已经就是大家不会唱 唱也是有点麻烦开玩笑 那接着韩国政府有试着再进一步的问 那如果南北韩并不是变成一个国家 而是经济上是可以非常非常自然的流通 意思是说经济交流没有限制 还有人的交流都没有限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在这里命名为联合制 虽然是两个国家 但是一种联合状态 那这个是不是大家比较偏好呢 那一样是越年轻的族群 越觉得说比较偏爱这样的联合制 所以大家知道韩国人的观念越来越清楚了 甚至在进一步问了一个更稍微刺激一点的问题 你比较偏好统一呢 还是你比较偏好人家南北韩分离呢 在这么具有攻击性的问题下 其实在2018年偏好统一的人是比较多数的 46.5%的人说比较偏好统一 只有27%的人说比较偏好完全的分离 但是到了2020年完全倒过来了 31.6%的人是觉得比较偏好统一 37.2%的人是比其统一跟偏好分离 当然这是因为毕竟两边分支很久了 所以这个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啊 各年龄层偏好统一的比例的去看 即使是年老的那个族群 偏好统一的人越来越少了 那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什么东西 就是过去曾经就是说 我们是同一个民族要统一啊 这样的年纪大的那个世代的人 也照顾北韩的一些行径 就觉得算了算了算了 我们还是分开来吧 这样的人想法越来越多了 过然晚没办法 整理看下来 南韩人对北韩人看法是什么 确实是兄弟没有错 但这个兄弟呢很不长进 很容易惹事 那出去惹事就算了回家也会搞破坏 那曾经有想要帮助这个兄弟过 但是还是这个兄弟还是一样不受控制 所以就现在有一种想要就切割关系 你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会帮你 但是就是我们还是各过各的吧 这样的感觉 好那就我自己的个人的观点来看 南北韩哦 因为体制差太多了 一边是共产国家的 一边是自由民主国家 那两边这个体制完全不一样的国家 要再合并 这肯定会出很多问题 而且不止这样 那经济实力差这么多 现在南北韩经济实力差50倍以上 你们知道东西德统一的时候也惹出了很多问题 一直到现在 东西德的经济差距还是没有办法完全弥平 那南北韩这个落差实在大到不行 真的统一了 就我相信肯定会有很大很大很大的震动器 我觉得韩国人可能也认清了这件事情 不再像以前一样这样沉寂在浪漫的一个大韩民族主义这样的一个思想 你过好你的 我过好我的 那如果你有问题 我在帮你 我有问题你就帮我 那这样不也听好的吗 分家的好兄弟 有什么不好 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 OK 那今天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 不知道有没有解惑到大家的疑问了 喜欢我们影片 请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请记得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咯 大家拜拜 我看这个数据的时候很不解 但听你们讲 我发现 原来真的我周遭真的有这样一个 台湾飞弹都会乱打的 飞弹都打不准 打到已经遗传了 所以你是不相信台湾的技术是不是 有可能 哦 好